丢出家会年轻家会学生 不论是游学或者是免利息 肯定打动学生 但是这是后来对政策的不了解 还是说这个完全是不 有点眼过头了 他们其实在操作一个事情 因为多数的人现在你没有摸到学代 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就好像他讲凤梨 讲果农 那我们说台北松的 都市的人多数人不了解农业 不了解农社 所以他形作一个关心的态度 那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有很多高中生 国中生 我现在觉得他们的判断力 有时候比我们的大人还好 他根本不尽细节就这样 你以前讲的都没做到 你现在讲的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就是我今天要跟罗伟源借钱来买房子 他也要看一下我连真的信用好不好 我开的十八条片都脚皮了 现在又拿一个片子会捋一下 你会接受吗 他在高雄答应的事情 哪一件做到了 预算在自己手上 不进去背询捍卫总预算 讲过的东西还会问说谁说的 那在这个状态下 他现在开出新的支票 只不过是高雄专家过 现在来骗外观戚 所以基本上 讨论韩国瑜的公用政策 是一件 让我觉得我不知道 从何讨论起的一个话题 因为一直跟你讨论的东西 到现在八字连半撇都没有 所以反而我看到在澎湖的十五岁的少年 台南遇到台南一中的年轻人 都问他说 你说的话做不到 那回到他政策上 我觉得进入细节之前 先了解一件事情 为什么是李嘉峰出来说政策 为什么是他加分讲堂 我们不反对另一半出来助选 可是我们选举是选你当立委 选你当市长 选你当总统 选你当里长 不是选你全家人 郭台铭讲的后宫干政 不是这个吗 今天李嘉峰讲的吃了吧吞了吧 不管讲利息或本金呆账 韩国瑜第二天讲说 没有啦 那个只是形容词 如果他现在已经当选了 下面的事务官政务官要听谁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也就是对政策的表述 候选人本身都还没讲 另一半先讲 那表示你们先讨论好了 那你下面的国政顾问团 不得做总红的 假的 或者说你们的政策讨论 你的政策产出是你家庭谈完就结束了吗 何况李嘉峰本身经营贵族学校 你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所以光用李嘉峰的行程 比韩国瑜多好多倍 然后韩国瑜本身 假日完全没行程 在家里洗内裤 然后政策由太太处于讲 我真的诚恳的建议国民党还来得及 11月18号才登记 换李嘉峰登记选总统 韩国瑜回去把高雄 不是李嘉峰登记选副总统 选总统 韩国瑜回去把高雄是这么顾好 搞不好得分还比较多 那接到政策内容来讲 内容上你到底在讲利息 还是讲本金 如果呆账是讲本金啊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制度很简单 现有的制度 低收入户 有没有学贷 不用 因为低收入户 我们在社会救助法 已经变法律了 一毛钱都不用付 所以真正事实上苦人多的低收入户 真正的苦人 不用学费 不用学杂费 零 那维多利亚还有个月费 是 不用免除 那个还要一次 一学习讲完 对 那另外中低收入户 家里只要负担40% 政府负担60% 在114万跟中低收入户之间 是允许你9年免缴席 那114万是什么意思 就是家里头父母双亲 平均一个月薪水 47500块 他是困苦人吗 47500我们一般认为是小康家庭 在南部还可以 对 所以47500块双亲都有赚哦 月薪以下的 他可以免利息达9年 那学贷是借一学年 用毕业后的一年来还 大学4年 高中3年7年嘛 我9年免利息 我基本上 我加上早工作的一年 8年 基本上可以在无息的状态下 去清偿这个本金了 是 那你的免利息政策 其实差不多啦 那你要全部吞掉 那你要吞本金 我们就好好来研究了 如果你是指本金 那台湾是不是要建立一个 从小学 因为不能大学免费嘛 小学到大学22岁 全部国民义务教育 纳税人同不同意 吞这个字 还是要有人付钱 对啊 吞就是纳税人付钱啊 所以你加分在讲 这个政策的时候 你到底了不了解现况 还是只是图一个口号 我再讲一次 由他来发动政策的论辩 叫做不轮不类 除非他做候选人 那最后我讲一个态度上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每次承诺的事情 第二天就要变 韩国瑜说出国游学 后来变交换学生 后来干脆讲什么 这不是一个承诺 是 然后李嘉峰的吞了吧 只不过过了40个小时左右 就改成说 这只是一个形容词 先经事骇俗 盘踞版面 再小小的收回来说 这没说 难怪会Google的高中生 都会告诉你 你以前都做不到 你现在凭什么 我要相信你 所以韩国瑜来讲 现在更可怕的是 到底为什么是李嘉峰 出来帮忙做政策的解释呢 今天资深媒体人王时期 就说了 难道说是国家配 越来越有谱吗 韩国瑜配李嘉峰 越来越有谱吗 不然怎么会是 李嘉峰出来帮忙权势之后 然后韩国瑜才说 没有啦 这个突然的把是形容词 但是只要讲到李嘉峰 大家都想到什么 维多利亚学校 这个贵族学校在云林 是很有名的 所以包括我刚刚讲到的 张雨潮贴的这个脸书嘛 包含就是这一张 维多利亚双语中小学的 会计是寄给家长们的 帮大家算一下 一年小学部要各十百千万 十万 十五万九千五百块 然后中学部呢是 十七万三千三百块 我上次的一年小时的 八千万岁的